我看你在复查这个彩抄了 现在这个结石小小很多了 结石最大的是0.8乘0.6 上回查1.1乘0.8 比上回小小多了 而且胆囊币也不厚 胆囊也挺光滑的呀 他说没啥变化 他怎么没有变化呢 你原先胆囊币厚 胆囊币是0.6 而且胆囊结石是原先大的是1.1乘0.8 现在胆囊结石大的是8乘6 这不明显比比以前小了吗 他怎么说明明有变化呢 他说都是胆囊里面 根本没排出来 对你现在还没到排的时候呢 你这个结石得小到0.5以下才能排 但是他现在化小了 再再小一点就能排了 而且你现在胆囊炎症也应该减轻了呀 胆囊币都光滑了 怎么还没有变化呢 原先还有胆固醇结晶 这回胆固醇结晶都已经排了 还是比以前好多了 胆囊结石什么都变化的都比以前好多了 我这次明探的时候 我都是找同一个医生看事 他说要这块 他说我们这里没这个概念 他说最好还是住院把它切掉 不是他们为什么自己检查的这个结果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呢 1.1乘0.8和0.8乘0.6 他俩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吗 他还是建议我 他说领导位你还是要来看他算了 对他是建议我做那个温康手术 结石是有变化的变化肯定是有的 而且胆囊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 你原来胆壁都0.6个厚 正是那个痛的时候去排的那个 我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就透过两次嘛 第一次是今年十月份嘛 第二次是今年二月份 踩超结果啊 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胆囊的炎症 基本上都比以前好多了 还是有炎症是吧 还是有一点 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0.8 0.6 再画小一点 0.5就可以往外排了 你这里面可能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的结石 问题应该不大 我这回给你调调方子 边画边排吧 一点点都在 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包括你肝胆脾胃 这胃肠功能什么 都在慢慢的这个恢复 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手术 现在皮肤好了很多 皮肤不会是有那种黄色了 这个还是嘴唇 有点暗 还是有点暗的 你舌的身材不暗呢 因为我这个 我那个旁 我那个隔壁邻居啊 他就是把这个胆了 这个应该是第七年还是第八年 他那个时候又生成了 跑到那个什么胆口里面 他听说我在这边够药 他问我怎么样 我说我现在还是在这一段钟 我说到时候把你推荐给我的阿姨 我这会给你调个方子 你再接着用 我再看看